小孩頭來看到台南 就要賣到高民營 原地團出在台南生團的好消息 不過最近所發現在自營客附近 有很多流浪膏 會去找這些嬌子收 跟嬌子小孩都擔心 對這件事 台南市董博處的標示 那是車車會騎人 也是在身體比較敏感的地区 他把這些流浪膏 抓去接浴後 不再放回去原地的地方 流浪膏我過來 高民營已經站在收頭 較勁隙 不過流浪膏也太多吃 高民營也是被別逼走 這些流浪膏被騎人 抓去攻擊 最後一直到流浪膏離開後 高民營這陪回來 把一件四季的 cars 有回來臭裡面 看到這團樹人心痛的委員 感到高民營生態的學會員 也感覺非常不甘 也可以去推測 就是這個 就當局的行為 它並不是為了祕食 它其實單純是為了好玩 所以它只是把它咬上 或者是細弄 所造成一些傷口 所以它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覺得非常的關係 社會感染原地五顆粒 都已經順利普出測驗 不過經過這次的災難 高明英也已經背走 只剩兩刻 其實劉農家攻擊保育率 壓性豆腐市經常發生 之前兩者也有發現 哪裡向攻擊失望 民間團體也保育 在生態邊鑑区 不可以幫助劉農家努力 野外或民眾通報 看到沒有細繩的爛狗 就應該要想辦法把牠抓起來 然後移植 不應該再讓牠放在野外 因為野外是野生動物 吸息的地方 尤其是珍貴保育類動物 牠有可能傷害野生動物 也有可能會傷害到路過的人 所以就全知牠不應該是被放任的 揮放這個部分 應該要再被神證的檢討 所以我們針對生態敏感區域 以及人犬衝突的高密集區域 都會加強捕捉管制來移除 而且捕捉的遊蕩犬 不會再回織到原地 經過林苗蘇加伊分數的飼料 高民營是第一基金的 賣接的野生動物 本土主要的社團地 在加伊台南高雄冰東 上西南冰原苦悉 又是市高民營保育行動計劃 推動在地保育 這次發生的地點 二人客服客 又開始林苗蘇公告 高民營的主要社團地之一 不過因為林安樂市政策 把劉榮膏放進去 所含野生動物的衝突成果 接下來就要看政府 怎麼去賓國 找到賓形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